师傅要给跳障碍的温血码定体了 先用钳子把钉子拔掉旧的体铁拿下来 底部的指甲已经全部长实 完全看不出任何轮廓了 师傅只能先用刀片把体甲表面的指甲敲掉一层 再换成钳子把体地中间突出来的角质剪掉 然后再用刮刀把指甲面修平整 基本轮廓就已经全部修出来了 再用钳子沿体甲边把多出来的指甲剪掉 由于码儿的前体都比后体的大 所以他们后体的体铁都比前体的小 然后师傅再用刀把他的体甲表面底部搓一搓打磨光滑 看这匹马舒服的把嘴唇都贴在师傅的背上了 另一边师傅再给他打造一副新的体铁 然后把刚烧好的体铁放在体甲底部量一下大小 这烟熏的师傅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这匹马却一脸淡定的样子完全没有任何疼痛感 合适后就要放进凉水冷却定型 这匹温血码来自于德国 肩高在1米78左右 特征就是身上的颜色多半是一致的棕色 而脸上和脚上会有白色的标志 最后师傅用铜钉子把新的体铁固定在脚底 钉子都是从侧面出来的 不是直接钉在脚掌里的 然后再用钳子把表面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钉头压弯 再用搓刀把钉尖搓一搓打磨光滑 才发现这个蹄子的指甲是双色的 最后师傅再把它提甲表面擦上一层护体油 它就可以穿着新鞋去跳高啦